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如果您正在陪同家人吃团圆饭的话呢 可以打开东南卫视看时代运转 因为今天又有好吃的带给各位了 到底是什么 好 今天因为过年嘛 给大家很吉利很吉祥的一道菜 叫锦绣团圆 锦绣团圆 哇 这个寓意也特别好 是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过这个年 那今天呢你既然带给大家锦绣团圆 我也带给你一份礼物好了 哦 这样子 恭喜发财红包拿去 准备了一个红包送给您 哎呀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要珍藏起来吗 那当然 一定要放在口袋里面 对 涂它一个吉利 而且红红火火的 对不对 顺便偷偷告诉各位 里面是没有钱的 好了 来看一下锦绣团圆 我们需要用到的主要原料有哪些 一起来看一下 锦绣团圆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红薯 汤圆和春菜 好嘞 好冷场的一个开场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就是红薯吧 红薯 因为说到这道菜 就是我有个理念 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它有的人它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汤圆的菜 甜品 甜品 甜品类的一道菜 但是呢 因为经过传统 只是里面馅儿不一样 然后花生馅啊 什么芝麻馅啊 这些大家都吃腻 但我就想说如果外面包一层酥酥的 这个红薯丝炸出来的红薯丝裹在上面 那就是说吃在口感里面 那就更香 更脆 而且很特别 对 所以这道菜应该算是 算是您自己一个创意吧 一个新的创意 也不是说创意 自己有这种的理念和想法吧 哇 那一会儿一定要尝一下这道美味 好 这个红薯就是我们日常可以买到的 然后擦成这种细的丝 对 切的 好 哦 切的丝啊 对 哦 对了 忘了您刀工特别好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切完细丝的这个红薯 拿去一定要先泡水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定的淀粉 淀粉要先泡掉 对 所以我们也给它泡水 泡水完第二个 它就是说不容易的焦 架出来的很均匀 哦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操作 好 首先呢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 欧力微蓝橄榄油 这款橄榄油呢是特别适合这个在做热菜的时候热烹来使用的 因为呢它耐高温 耐煎炸 嗯 当然还有另外一款呢 就是欧力微蓝特级初榨橄榄油 那这款油呢是推荐给大家在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来使用一些 因为呢它富含有大量的活性营养物质 如果呢你用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来热烹的话呢 可能这些营养物质就会流失 所以呢这两款油一个热烹一个来凉拌 那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一定要区分开来 好 好 现在我们油温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切好的这个红手势啊 均匀的 哇 给它均匀的 而且锅里面就感觉特别漂亮啊 哇 好 好 注意大家 这个力群老师的这个手势啊 它是均匀的撒在这个油锅里面 对 然后不停的给它翻转 好 要不停的给它翻转 这样就会均匀 让每一丝都感觉都炸到了啊 对 好 已经变成了这种有点橙黄色啊 这样就很漂亮 新年了 好 好 好 我现在可以捞出控油 这个炸出来 您还认得出它是用红薯切的丝 然后炸出来的东西吗